艺人艾成17号上午10点多 被发现从卢州的诸屋处坠楼 当场不幸身亡 消息一出震惊外界 而老婆王瞳原定要前往宜兰工作 接到2号后随即赶回台北 前往卢州分局做笔录 她表示艾成从16号晚上 状况就开始不好 讲了很多话但她听不懂 因为没办法沟通 所以选择陪伴在她身边 由于艾成之前就曾经出现过 类似的状况 王瞳以为应该跟之前很相似 但17号早上工作前因为不放心 所以请了两位教会的朋友 到家中要陪伴艾成 接着才离开前往工作 而两位教友刚到家里时 艾成还有帮忙开门 但门一打开之后就躲到角落去 两名教友发现她的神情和动作有异 不敢直接进入屋内 先是用言语安抚她 不到一分钟时间 艾成突然往房间冲去 两位教友也连忙跟着跑进去 但进入房间时已经没看到艾成 只看见打开的窗户 发现艾成已经倒卧在一楼的雪破中 王瞳在警局做完笔录后 随即也前往殡仪馆认识 出来时已经哭到全身虚脱 需要工作人员搀扶 看得出来受到相当大的打击 而艾成所属的凤凰艺能也回应 已经确认是意外过世 艾成就像我们的家人 大家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后续的智商事宜等确定后 会再向外界告知